联合国处理 同年12月29号 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以33票赞成 13票反对 11票期权 正式通过 一决 划分巴勒斯坦土地为两个国家 一个是犹太人的国家 一个是阿拉伯人国家 于是最后在 1948年5月4日 14日终于复活了 这个是报纸 当时的报纸的刊登 说以色列复国 那么 有这样的说法 以色列复国 被誉为本世纪 神纪中的神迹 为什么 为什么它是一个神迹 我告诉你 这的确是一个神迹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这国家的史上没有一个国家 灭国亡国之后 有可能再复活的 你看我们中国 朝代就好了 中国朝代 明朝啦 清朝啦 元朝啦 唐朝啦 宋朝 倒了就倒了 不可能复活 没有一个意思 这个是一个神迹啊 一个国家灭亡 我们不可能再复活的 以色列复活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应许 神有讲 你一定要复活 一定要回来 你的本家本主 我亲自要牧养你 今天在1948年 以色列终于复活了 然后 复活有几个问题哦 你看 我们转中国意思就好了 我们有齐丹人 我们有辽国 我们有蒙古人 我们有满清人 清朝的满清人 我们有金人 我们有七国的那些 楚国啦 那些七朝 七种 把他去的时候 秦国啦 秦朝啦 这些都 都最后被汉祸了 被铜祸了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失去自己的语言 你今天找文古人讲 讲他蒙古语 写他文古话已经不能了 只有老辈才能讲 年轻人不能讲 已经被活人铜祸了 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民族 经过2000年的洗礼 被抛到那么多的国家以后 他们还保存他们的语言 保存他们以希伯来文字 保存他们的正统 他们没有更加混血 他们不苦力混血 犹太人一定要讲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回到 1940万里回到 租这个国家都生寄来的 也有正统的犹太人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